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法会院周围是包围的满满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经过昨天晚上 警方强力的驱离行动之后 现在所有民众都已经散去了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到的是 这边的这个栅栏 还是整个包围了整个立法会 因为我们刚刚问过当地的计程车司机 他说这边原本是观光区 不会有像这样的栅栏 可是因为因应昨天的示威游行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栅栏并没有撤掉 而且旁边还有许多备用在那边 而且他们告诉我们 当地现在的警力跟比平常的部署 要稍微再多一点 而在这个栅栏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还贴着这昨天的 六月九日反送中这样的一个字条 事实上昨天晚上 因为在主办单位宣布散会之后 还是有部分民众是不愿意离去 因此在深夜的时候 警民爆发冲突 香港警方是派出了这个镇报警察 甚至出动胡椒水 还有棍棒骑飞 这样的一个场面 因此有出现了流血冲突 而我们现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示威民众在街头了 可是现在在网路上 已经有人发起六月十二号 要来进行罢工罢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虽然经过昨天上百万人上街游行的 这样一个状况 可是港府宣称他们执意还是要进行 在六月十二号进行逃犯条例的二读议程 因此他们有部分民众 还是非常情绪不满 因此来在网路上号召六月十二号当天来罢工 甚至打算再继续包围立法会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规模会有多大呢 我们会再持续为各位掌握 以上是在现场的最新情形 主播 味兴趣益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